使用摩卡壶能够做出一杯好咖啡吗 比如我说的好咖啡是指跟酒吧一样的好咖啡 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我的这个摩卡壶还不是传统的摩卡壶 这个是比勒蒂的叫做BREKA 它是带有两个气阀的 一个是下面的安全阀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顶上 它有一个实际上是可以提供压力的这样一个压力阀了 那之所以它要加这个双阀顶上这个阀呢 就是因为它想要模拟出浓缩咖啡的那种 带有一定压力去萃取咖啡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浓缩咖啡类似于像酒吧 它使用的是更大的压力来把咖啡里面 所有美好的东西给快速的萃取出来 但是传统的摩卡壶呢 它其实更有点像是强化版的手冲吧 所以说它的风味呢 肯定要比手冲要来的浓烈一些 但是离真正的浓缩长得很远 但是呢 我前段时间无疑当中看到了一个这个国外博主 他使用摩卡壶的这样一个窍门 根据它的总结啊 如果按照它的方法 用摩卡壶来做一杯咖啡的话 它的浓度可以接近三分之二浓度的浓缩咖啡的口感了 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啊 是不是可以通过它这个方法 让我这个老设备起死回生呢 我先来大概说一下它这个三条主要是什么 第一个呢是咖啡粉的填装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上火的时候如何控制 以及它这里面特别加了一部叫做浓浸 我们都知道做浓缩咖啡的时候呢 都有一部叫做浓浸 摩卡壶它是没有的啊 上火之后加热 然后水温上来之后产生蒸气 蒸气的压力呢就把水压上来了 直接就让这个水穿过粉饼就来到了上湖 萃取就完成了 那它的tips呢 人微的去创造了一个浓浸的这样一部 然后接下来才是最后的萃取 所以说三部 好 那今天我就在这试一试啊 在试之前呢是没有做任何演练的啊 所以说待会儿只有可能翻车 那翻车就翻车吧 翻车也是这个翻出了经验啊 好 为了准确地还原那位博主 他所使用的摩卡壶 因为他使用的是普通摩卡壶 他使用的不是这个breaker 所以说上面是没有这个阀的 把这个阀先给他取下来 对 取下来之后呢 他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啊 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上面不盖这个的话 那很有可能待会儿水会从上面喷出来 这样我就把下面这个 我把下面这个重锤给它拿掉 然后待会儿呢 还是把它盖在这上面 这样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重了 也就是说它既起不到太多的 提供压力的作用 同时呢还可以帮我把 这上面的这喷出来的水呢往下压 我待会儿就只是轻轻地把它放上去就行了 然后来观察 好 我们做的第一步呢是研磨咖啡粉了 根据他的说法呢 研磨咖啡粉的粗细是要介于手冲和意识之间 一般来说我用酒吧来做的话 M47的话我会用到刻度大概在10 那我现在就把它调到18看看 然后用这个坚果巧克力意识拼配咖啡豆 对了 根据那个博主他的说法呢 他所采用的咖啡粉和水的比例呢是1比3 比如说用100克的水的话就要用大概33克的咖啡豆 我已经买秤了啊 我一改我之前这个粗放的操作 我现在买秤了 我也要接下来也要走精确化的路线了 但是我的那个秤还没有到 所以说今天呢就暂且忽略那一步 看看在缺乏非常精确的调整之前 我们能不能做一杯比较好的咖啡 好 下面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刚才研磨出来的 这个咖啡粉装到粉碗里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用3D打印打印了一个专门的粉碗底座 非常好用 强烈推荐大家购买啊 这一步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 根据他的说法呢 是我们先往这个粉碗里面装大概三分之一 装完三分之一之后呢 先左右的摇晃 然后用重力把它夯实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加满 知道为什么我们用摩卡壶的时候 这个粉是千万不能去填压的吗 因为很简单啊 它跟我们的意识机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水只是从这个通道上来之后 然后再开始分布到整个这个面积的 到我们的粉碗它过于觅食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水实际上它就没法去均匀分布了 它总会找到我们这个填压的时候 中间最弱的那一道 然后穿过去 那其他它没有浸润到的地方呢 实际上咖啡粉就干的都是没有被萃取到的 那出来的咖啡就会非常的寡淡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填压的太实 但是呢你又不能完全的让它非常松 那怎么办呢 那就靠重力来把它压紧就行了 我应该拿个刮刀的 好用这个吧 用这把尺子临时刻串一下 然后根据它的说法呢 刮平之后最后再来夯实一下 好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这边上准备 先不要把它装到下壶上面去 第二步呢就是往我们的下壶里面装水了 这个水要装多少呢 看到这个安全阀没有 我们正好要将水装到安全阀的下面 好 我以前的常规做法 这个时候就会把粉碗直接扣上去 然后把它直接拎好 装好 然后就放到火上面去直接去烧了 但是呢 这位哥们给我们的建议是 不 我们先把下壶的水加热到沸腾 然后再装 好 那这一步呢 把它放上去 然后加热 因为这是铝壶 铝的传热其实是非常快的 所以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水快要开了 哇 开的真的是非常快 好 开了 然后把它拿过来 这个时候把它扣上 然后上壶拧上 拧紧 好 接下来呢 再继续上火 接下来一步呢 就是模拟做意识浓缩的一个预浸的一步了 它的建议是在咖啡叶刚刚冒出来一点点的时候呢 就要赶紧把它给移开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随时移开的这样一个准备 好 移开 移开 哎呀 冒太多了 翻车了 好吧 这个我感觉它 这算是预浸这一步吗 不行 感觉预浸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你看它还在出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出来的这个咖啡叶呢 还是比较浓郁的 好吧 显然我没有实现一开始的这个我想要的结果 对我估计啊 这个咖啡出来之后 它的味道可能就跟手冲的会很像 果然翻大车了 不要的就是这种翻车的效果 好 我们先尝尝这个 这次的这个咖啡做出来是什么味道 你看这个咖啡呢 很明显会要比手冲的要浓郁很多 但是跟这个意识浓缩做出来的 确实就差得很远了 差得很远了 我来尝一口 这是什么味道 还不赖啊 肯定不如意识浓缩那么的浓郁 但是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我觉得不算太过翻车啊 我觉得算是翻了有大概五分之三 五分之二车吧 对好 我接下来这个再准备做一锅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刚才的这个问题给 给给给纠正掉啊 好 我又回来了 这次呢 我一定要力争成功啊 刚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实现真正的预警啊 但是那样的结果出来 哎 现在意想不到的 让我觉得至少比以前它的味道更好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啊 第一步还是装填 对吧 先装大概三分之一 然后左右晃动 然后上下晃动 多余的刮掉 再把它烫实 放在旁边 备用 好 上火 刚才我觉得啊 应该是我第二波准备在预 要预浸它的时候呢 呃 这个火有点开太大了 我准备把火开小一些 但是第一波烧开还是开大火 已经开了 关火 然后扣上我们的粉碗 扣上上壶 一定是要用 小火 非常小的火 然后把它摆上来 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好 拿走 呃 看来 这样 为了让它 能够有一些预浸的效果 给它压上 人为让它在这里面闷一下 据这位博主说啊 让它预浸呢 在60秒左右 我们让它稍微预浸一下 对 现在看起来它没有再继续冒了啊 呃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冒 但问题不大 然后呢 预浸差不多一分钟啊 然后接下来 也是慢慢地在火上 让这个接下来的出液的时间呢 大概是在两分钟 好 可以看到这个有出液下来啊 也是按照它的说法是 稍微加热个两三秒 马上拿开 你看 你看 就是这样的话 它还是会冒出来 看到没 还是会冒出来 对 你看它还是会冒出来 好像没有两分钟啊 但是我感觉它已经出来的差不多了 有没有一些油脂呢 哎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一些油脂 好 咖啡味道如何呢 我们来尝一下 跟刚才上一波 我们做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啊 出来的结果 看起来好像也还 还可以啊 哎 确实要比上一波 要饱满一些 哎 不错 反正每喝一口都不太一样啊 至少又比刚才进了一步 那位国外的博助也说 要经过长期的锻炼 我觉得我第一次能够做成这样 也还是不错 嗯 那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这个 厚椰乳拿铁把它完成掉吧 啊 来一杯厚椰乳拿铁 哎 不错 真的是不错 嗯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有没有学会啊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对了 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 就是 呃 我们萃取完成之后 可以打开 摩卡壶看看这里面的 这个粉球 粉饼 啊 啊 是不是被均匀的浸润潮湿的 如果是非常均匀的浸润潮湿的话 就说明我们在萃取的过程当中呢 就没有形成那种 呃 让水容易穿过其中的呃 那种我们不想要的通道啊 因为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下壶的水通过这个 这个通道上来之后呢 均匀的呃 分布于我们整个粉饼里面嘛 我们来把它切开看一看 把它倒出来整个看看 啊 摸上去全都是湿的 可见我们的粉的装填还是比较成功的